再次起飞 成功克服不利天气影响 找到了物资空投窗口 这次任务 计划投送包括食品 生活用品在内的物资 共约3.5吨 经过两个多小时飞行 官兵们已经将第一批 急需物资以空投形式 分发给受困群 生活外出的道路被阻断了 他们刚才向这些居民所在的位置 抛投了一定量的物资 门头沟永定河沿岸村镇 多段道路被冲毁 信号基站损毁 部分居民遭受洪涝灾害 基本生活受到影响 官兵沿永定河搜索飞行 寻找受困当地居民 降水量仍然较大 给飞行员驾驶造成了较大影响 截至记者发稿时 直升机梯队安全返回机场 再次装载物资进入待命状态 随时准备再次恢复任务区 交通而停留在街档扔 准备